说起霸道总裁你会想到什么呢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一件黑色的西装 衬托出他迷人的身材 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丝冷气 慢慢向你走来 双手扶墙说道 男人你是在玩火 咳咳 好像往奇怪的地方发展了 不过我喜欢 yo 大家好 sashibri dana 我是生世章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大家印象中的霸道总裁 放到现实生活中 真的会是那个样子吗 嗯 这个张张也不好说 不过我家那位 咳咳咳 不过我的这位室友哈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公司负责人 说他是总裁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视频呢 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点不一样的总裁生活 相信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惑 霸道总裁会穿着笔直的西装 在事业上叱咤风云 回到家还要忙于工作 平时一脸冷酷 遇到喜欢的人也只会打字回复 该死的 你是我的男人 这点不过多的解释 我们直接放上我们生活的一些小片段来瞅瞅 来来来说说你干嘛穿我衣服 怎么了小器官 还不让穿了 好了好了好了乖乖乖没事啊没事 你离近点呗 干嘛太热了 在那边好好睡觉 那我离近点吧 热 哎呀 嗯如你所见 生活中这个玩恐怖游戏吓得抱住我呢 还有偷偷穿我小恐龙衣服的就是我的那位总裁大人 至于在工作中什么样子呢 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跟班 曾经和他一起去过公司 大家见了他也会礼貌的说一声 罗总好 这时候他也会点点疼说声好 看他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还蛮帅的 这点倒是和我之前幻想的总裁形象有点相似 巴雅洞 再等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我要你都染上我的味道 这辈子都逃不掉 这辈子你都是我的男人 看到大家的疑惑 总裁真的经历那么旺盛吗 真的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吗 作为一名公司负责人 罗总还是对自己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比方说一周见几次身呢 当然不会说练出来八块腹肌 因为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再让上班一天下来比较累 只能说没有多余的坠肉吧 废话不多说 放图 摸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男人 拿好这五千万 给我拱 咻 啪 我 我 我 好嘞 这种事情真的没有发生过 我好想发生这种事情哦 回家也会忙于工作吗 罗总在认识我之前有很多应酬 在我和苏之后就应酬很少了 基本上天刚黑就回家了 罗总之前不怎么打游戏的 不过为了陪我 今年过年之后还买了一台PS4 还有一台电脑 在家的时候陪我打打游戏之类的 这么说好像和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哈 难道除了工作中比较严肃 其他时间都这么可爱的吗 当然不会了 比方说 乖 坐过来 自己